子川21集,阿秀离行前交代阿明令蜜良人,观众再也不用担心她出轨了。 子川动画第21集更新了,这一集可以说是让无数观众的心终于落地了,在本集更新之前,很多观众都在猜测动画会如何处理子川宁出轨马围这段剧情,现在制作组终于给出了答案。 这集讲述的事情其实并不多,主要就是围绕着子川宁与子川秀感情线的前因后果展开的,如果对应原著的话,其实这一集在原著里就只有一段话的描述,但是读者看完后却能立刻了解阿秀的苦衷。 原著中大致的描述是,八岁那年,子川秀直建党在门口守护了阿宁一夜,但义父回来后却一脚把她踢倒在地。 聊聊聊数行,一下子就把两兄妹的感情和一副对她的忌惮刻画得清清楚楚,动画中并没有将这段描写还原出来,但是好在制作组的原创剧情也交代清楚了一些事情。 在这集当中,子川秀临行前劝阿宁另立良人,算是直接斩断了与子川宁的感情纠葛,原著中并没有这段描述,原著中子川秀是悄无声息离开的,也正是因为子川秀的懦弱,才导致了后期粉丝们吵得不可开交。 一些人认为子川秀离开前并没有与子川宁确定关系,所以子川宁后期与马维走到一起并不能算是出轨,而另一部分粉丝认为子川秀与子川宁的感情是大家都心知不明的,子川宁与马维走到一起就是事实上的出轨。 现在动画制作组在子川秀临行前加了一段原创剧情,让子川秀明确地告诉子川宁另立良人,算是从官方的角度斩断了两人之间的纠葛。 也算是付了原著的设定,此后子川秀就可以正式展开跟刘峰霜的感情线了,而子川宁最终会嫁给马维还是说手刮,那就是后话了。 其实想想也知道,就算阿秀不说这句话,家族也不会让他们在一起的,子川参星绝对不会让一个有可能颠覆自己的外人与子川宁成亲。 而且从回忆中就可以看出本来子川宁就不适合阿秀,两人纯属是青梅竹马而已。 阿秀对她也只是停留在兄妹多一点的状态,只不过阿宁不懂而已,从这点也不难看出阿宁的少女心态难成长了。 再说一下这部剧的质量,从目前的粉丝的反馈来看,子川动画至少也能挤进国漫的第二题对了,第一梯度是凡人修仙传,画匠胡知不良人,至少从十章上来看,一次性更新两集,一集是剧情,一集是回忆就挺实在的。 在目前的国漫中,论时长还有没有能超过子川的。 从剧情上来说,虽然子川没有凡人修仙传那么多的细节刻画,但是通过隐藏剧的回忆剧情,也能将主人公情感塑造得很饱满,很生动。 也让观众们对子川秀的身世背景和在子川家族的生存处境有了新的理解。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对子川动画21集的解析。 虽然子川秀让子川宁令蜜良人惹他伤心了,但是心里却还是为他祝福半千。 你觉得阿秀这样推开阿宁默默守护的行为对吗? 换作是你你又会怎么做呢?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 掌握发送到地lands里的形象之下注立对子川走面politik。 做ôt寅我们政府再148开始。 顶碰 Meh乐的生活在 harmful我的方式 scene掌握我, вашего和阿宗光队的生活在华人民带上空气uchar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